群眾光電一名遺婚 居姓處長在臉書自爆 跟公司供應商還有客戶 有不尋常的男女關係 引起軒然大波 甚至他還在貼文中 公開三人的姓名以及電話 並一一說明出軌的細節 文莫他還向公司道歉 並提到自己利用職務之便 知道那些供應商 為了達談公司消息 採用這種方式換取資訊 隔壁多久 這名居姓處長再度發文 謝謝大家關心 強調帳號沒有被盜 並加碼爆料 自己跟供應商很愛上酒店 消息曝光引起網友瘋狂討論 真的是自己寫的嗎 有網友透露發文者 其實就是徐姓處長的原配 對方人了好幾年才終於爆發 拿徐姓處長手機發文 另外還有一說是徐姓處長 往來的其中一名女子的丈夫 在事件曝光後 花錢找黑道處理 逼出這篇自清文 網路一冊眾說紛紜 行為人呢 他將好幾個人的個人資料 都PO到網路上面去 這依照刑犯55條的規定 會要從眾來論處 那最終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 可以處五年以下的行徒刑 無斷遭牽扯的群創光電 也對外聲明 有關員工的私領域事件 正在了解當中 如果經過調查 有發現違反法令 以及公司規定 將依法以及依最高道德標準處理 而徐姓處長 捲入桃色風波群創的股票 在17號暫停交易 這也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表示處長很大圍毆 連總公司都暫停交易 還有人說是因為處長的關係嗎 財經專家作出解釋 全創是國內面板大廠 今年轉型電動車 內部主管傳出桃色風波 就怕影響業界形象 公司正在調查真相 這期事件卻已經引發討論 三天新聞王少爺黃正傑 台南台北參謀報導